美國當地時間4月5日 美國醫務總長、海軍中將亞當斯警告美國人 中共病毒對美國民眾造成巨大的傷害 病毒對美國造成的影響類似於二戰時 混雜珍珠港和911恐怖襲擊 亞當斯在福克斯電視台的採訪中表示 美國剛剛開始受難州 這將會是大多數美國人生活中最艱難、最悲傷的一個星期 這將會是我們的珍珠港時刻、我們的911時刻 只是它不會發生在局部地區 而是將會在全國各地發生 我希望美國人民也認識到它的嚴重性 亞當斯最後說 我也希望讓美國人知道 公眾、各州和聯邦政府有能力扭轉疫情的形勢 表明美國將會與上兩次事件一樣迅速採取行動 並且最終會取得勝利 海外網絡媒體《路德社》認為 這兩次事件都是對美國本土的偷襲 表明美國認為今次中共病毒大瘟疫 也是對全美的偷襲 亞當斯作為類比的珍珠港事件 是二戰時日本精心策劃對美軍的偷襲 造成美軍2,403人喪生 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國最終決定參戰 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 就在時間發生的第二天 羅斯福總統在國會要求議員都同意參戰的時候說 我們不僅要盡力防衛 更要使這種卑鄙的行為再無法危及我們 我們將會獲得最後勝利 而在911事件中 恐怖分子對美國本土發動了一系列恐怖襲擊 導致2,996人死亡或失蹤 經濟損失高達5萬億美元 這次的恐怖襲擊事件 直接導致了美國開啟在全球對恐怖分子的戰爭 而這場中共病毒大瘟疫 截至4月6日已經造成美國36萬人染病 超過1萬人死亡 對美國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前兩次 改變了美國歷史的大事件 4月4日 美國前白宮策略顧問史提芬·班農 在War Room頻道公開表示 將會要對中共 進行好似審判二戰戰犯的紐倫堡大審判 已經點命中共 必將為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受到審判和應有的懲罰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